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前总统特朗普即将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竞选集会 并可能在全国大会上揭晓他的副首人选 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其次南韩计划推出一款低成本的激光武器 用来击落北韩的无人机 每次击落的成本仅需1.50美元 这项技术将大大提升南韩的防空能力 最后中国的北京邮电大学团队 在6G实验网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传输速度有望达到5G的50倍 这将彻底改变未来的通信方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数十名缅因州的共和党代表 正前往密尔沃基 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党内成员对提名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充满乐观 尽管缅因州的反堕胎活动家 和其他州的代表 对共和党软化堕胎立场表示不满 但大多数党内人士支持这一决定 共和党参议员苏珊·科林斯表示 她不会参加大会 因为她更倾向于在缅因州 履行参议员职责 共和党人对拜登总统的糟糕辩论表现 和民主党内部的纷争感到高兴 认为这位特朗普赢得选举提供了机会 缅因州的共和党代表们 对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没有明确的偏好 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全国大会 充满期待 希望能维持当前的政治势头 环球邮报报道 卑诗省的十二年级学生 莱克西斯·德·梅耶 在他的高中年终艺术展上 发表了关于无障碍设施的演讲 但他的言论被学校管理层修改 德·梅耶因打橄榄球时 摔断脚踝 亲身体验了学校对行动不便 学生的不友好设施 他写信给校长和学区主管 表达了他的担忧 并创作了一幅艺术作品 展示了无障碍设施的不足 然而 在艺术展前夕 他的演讲和艺术作品说明 被学校修改 以避免负面影响 尽管学校管理层道歉 并承诺改进无障碍设施 但德·梅耶对此感到失望 他希望通过学习法律 未来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公正发声 环球邮报另一篇文章 讨论了加拿大联邦自由党 推出的数字服务税 该税只在堵住数字经济中的税收漏洞 然而 这一税收政策 可能引发于美国的贸易争端 美国大使和商界 对这一税收表示不满 甚至可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 尽管加拿大的数字服务税 有其合理性 只在解决企业避税问题 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这一单边行动 可能对加拿大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自由党的这一举动 被认为是傲慢且轻率的 可能会在未来的美加贸易谈判中 引发更多问题 Yahoo US 报道了2024年7月12日 德州彩票的开奖结果 Mega Millions 的中奖号码是 15 35 48 53 68 Mega Ball 是 08 Mega Player 是 3 PX3 的早晨开奖号码是 6 2 4 Fireball 是 9 白天开奖号码是 0 4 0 Fireball 是 0 晚上开奖号码是 2 8 9 Fireball 是 8 夜间开奖号码是 6 0 0 Fireball 是 9 PX4 的早晨开奖号码是 9 5 8 3 Fireball 是 1 白天开奖号码是 1-7 6 0 Fireball 是 2 晚上开奖号码是 0 6 8 1 Fireball 是 1 夜间开奖号码是 7 8 7 4 Fireball 是 3 All or Nothing 的早晨开奖号码是 03 0 4 0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24 白天开奖号码是 01 05 07 10 13 17 18 19 21 22 23 24 晚上开奖号码是 03 04 07 09 11 13 16 18 20 22 23 24 夜间开奖号码是 02 06 07 08 10 12 13 15 18 19 20 21 KH5 的中奖号码是 06 09 13 25 33 彩票可以在加油站 便利店和超市购买 也可以通过Jackpocket 应用在线订购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了一支中国团队 在6G实验中的突破 这可能为下一代 通信技术指明方向 北京邮电大学的团队 通过智能整合 实现了现有4G和5G基础 设施向6G的过渡 这一实验网络 在通信容量 覆盖范围和效率等 关键指标上 取得了10倍的提升 6G技术 预计将使数据传输速度 比5G快50倍 并促进通信的沉浸式体验 和普遍连接 然而 现有通信技术 以接近其理论带宽极限 增加容量 覆盖成本高昂 且能耗高 使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 团队提出了 羽翼通信的新概念 其传输意义 而不仅仅是数据 使得通信系统更高效 且降低信息处理成本 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 实现6G商业化 而6G标准 预计将在明年确定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香港的购房者 在这个周末 涌向位于启德区的 Pavalia Forest Eye项目 该项目由新世界发展 和远东发展联合开发 该项目的首批60套公寓 以每平方英尺1608港元的低价出售 比同一区域的其他新项目 低了多达18% 截至周六晚上6点17分 198个单位中 已有141个售出 由于价格具有竞争力 此次销售吸引了超过 3700个潜在买家订单 使得供需比例接近18倍 一组买家计划花费4000万港元 购买6个单位 其中大部分是两居室公寓 数据显示香港的房地产交易 在6月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总交易量和交易金额 分别下降了28.7%和34% 预计7月的主要市场交易量 将达到1300宗 是6月的两倍 Yahoo US 报道 韩国计划部署一种低成本的激光武器 已击落朝鲜的无人机 该武器名为Block Eye 每次发射费用约为1.45美元 韩国国防采办项目管理局DAPA 表示这种激光武器 能够对小型无人机进行精确打击 并将在今年内全面投入使用 激光通过传递热量使无人机表面融化 进而引发内部组建起火 最终导致无人机坠落 韩国总统尹熙悦 在2022年曾呼吁加强防空措施 因为韩国军方未能击落 多架越境的朝鲜无人机 近年来 激光武器因其低成本和高精度 而受到国际关注 包括以色列、中国、俄罗斯、法国、印度、土耳其、伊朗 韩国和日本等国都在进行相关投资 英国和美国也在测试和使用激光武器 以应对无人机和导弹的威胁 Yahoo!US报道 Score Freedom Fund 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将在田纳西州的五个立法席位上 投入360万美元 支持支持校券政策的候选人 试图推翻长期在任的参议员 弗兰克、尼斯利 和反对校券的众议员布莱恩、李奇 该委员会与自由主义倡导组织Club for Growth Action有关 旨在支持支持校券政策的候选人 Score Freedom Fund主席大卫麦金托什表示 反对校券政策的保守派将面临昂贵的初选 并可能会失败 该组织计划支持杰森、埃莫特、李、李夫斯 和阿龙、马贝里等候选人 同时反对布莱恩、李奇和弗兰克、尼斯利 Score Freedom Fund的资金主要来自杰夫、亚斯 它是华尔街最成功的交易公司之一 Saskuahana International的所有者之一 Yahoo!US报道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 举行竞选集会 悬念围绕着 他将选择谁作为竞选搭档 特朗普表示 他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前或期间 宣布副总统候选人 并提到俄亥俄州参议员 GD万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马可、卢比奥、北达科他州州州长 道格、伯格姆和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 蒂姆斯科特作为可能的候选人 特朗普将此次选择过程比喻为 学徒节目的高级版本 民主党方面 81岁的总统乔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议员 呼吁他让位于年轻的候选人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 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 犯罪等他认为拜登政府应负责的问题 宾夕法尼亚州 再次成为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关键州 特朗普和拜登 都在该州投入了大量的竞选资源 华盛顿邮报报道 总统拜登在上周四告诉记者 除非他的团队明确告诉他 你没有赢的可能 否则他不会重新考虑退出总统竞选 然而 拜登在两周前的辩论表现失利 使得民主党担心 他在11月的胜选之路 变得更加狭窄 尽管全国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 自6月27日辩论以来这仅略有下降 但他在关键战场州的选情 却更加紧张 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和内华达州等阳光地带州 相反 前总统特朗普的选情地图 可能更加广泛 给他提供了多条胜选路径 拜登竞选团队的高级职员 在周四向支持者发出备忘录 强调总统有 多条通往270张选举人票的路径 特别是集中在兰墙州 密歇根州 宾夕法尼亚州 和威斯康星州 然而 民主党内部的恐慌情绪依然高涨 因为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 引发了近两党民主党议员的呼吁 要求他退出竞选 以避免在11月输给特朗普 南华早报报道 伊朗新当选总统的马苏德 佩泽什基安表示 他期待与欧洲国家改善关系 尽管他指责这些国家未能履行 减轻美国制裁影响的承诺 佩泽什基安在上周的决选中 击败了集保守派遣和谈判代表 塞伊德、贾利利赢得了总统职位 69岁的佩泽什基安 呼吁与西方国家建立建设性关系 将伊朗从孤立中解救出来 并支持恢复2015年一和协议 美国在2018年 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 并重新实施制裁 导致伊朗逐步减少对协议条款的承诺 佩泽什基安在德黑兰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 批评欧洲国家未能履行承诺 但他仍然表示希望与欧洲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 以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 重新设定关系 尽管伊朗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所改善 佩泽什基安表示 他希望与阿拉伯邻国和土耳其合作 深化经济和贸易关系 并应对共同挑战 《卫报》报道 媒体普遍认为 共和党在新平台中几乎删除了堕胎一词 表明共和党的思想和灵魂 现在居于唐纳德、特朗普的身体中 新平台中没有提到联邦堕胎禁令 而是取而代之的 是让各州自行处理的特朗普偏好 此外 反堕胎运动的 人类生命修正案也 从平台中消失了 虽然新闻媒体称 这是共和党立场的软化 但实际上这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或政治上的变化 首先 特朗普的承诺不值一提 如果国会递交一份联邦禁令给特朗普 他不会否决 其次 最高法院已经在处理堕胎问题 尽管他们拒绝了对堕胎药米菲斯桐的挑战 但这只是因为原告没有诉讼资格 共和党在2024年的平台 可能只是政治戏剧的剧本 但2025计划显示了该党真正的意图 无论谁最终进入白宫 反多胎运动不会停止 直到每一个可以出生的婴儿都出生 并且任何阻碍者都受到惩罚 南华早报 芬兰曾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交通枢纽 但自从因乌克兰战争切断与俄罗斯的过境联系后 这一地位大大削弱 芬兰驻香港总领事康托拉表示 这一问题因芬兰人无法享受其他欧洲国家公民 在中国的免签待遇而更加严重 战争前 芬兰银行班可以通过俄罗斯领空直飞中国 仅需9小时 使其成为旅游和商务出行的首选 然而 自2022年俄乌冲突加剧以来 芬兰加入了欧盟对莫斯科的制裁 芬兰航空不得不避开俄罗斯领空 改到土耳其 增加了约3小时的飞行时间 康托拉指出 这对芬兰航空造成了巨大影响 航班数量大幅减少 赫尔辛基与中国6个城市的航线已经停运 芬兰航空的需求大幅下降 票价也随之上涨 同时 芬兰未被列入享受中国15天免签待遇的国家名单 导致中国游客数量 从2019年每月超过4万人 骤降至去年的每月约1.2万人 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火车服务 也已停止 实际上切断了与中国的铁路连接 芬兰与中国的整体贸易额 也从2023年同期的33亿美元 降至今年前5个月的26亿美元 尽管如此 中国在芬兰的低价电动汽车销售 仍表现强劲 中国企业对芬兰的两个锂电池生产厂 表现出投资兴趣 南华早报 中国将密切关注伊朗新总统的马苏德 佩泽什基安 在由浓缩计划上的承诺 希望他能减缓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步伐 佩泽什基安的决定性胜利 反映了公众对他重新与西方接触的承诺的广泛支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外交顾问 卡玛尔·哈拉奇 在7月7日的祝贺信息中表示 佩泽什基安的外交政策专家团队 有望解决西方制裁带来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 佩泽什基安需要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 如减缓浓缩速度 允许国际检查和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以推动与西方的外交重启 这些步骤可能帮助欧洲大国 重新参与2015年和协议的谈判 尽管伊朗的领导结构看似僵化 但其系统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这种灵活性有助于伊朗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更愿意与关系稳定的国家合作 不希望伊朗处于绝望状态 即使所有制裁都被解除 伊朗仍需与中国保持强劲关系 以推动其发展目标 然而 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改善 仍充满不确定性 取决于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中国在2023年3月 促成了伊朗与海湾君主国 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 但在实施2021年达成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上进展不大 这让佩泽石基安感到沮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祝贺佩泽石基安当选时承诺 将引导深化这一伙伴关系 表明北京希望加强双边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此举 是为了在拜登可能连任 并重启和谈判前 预先表明中国的立场 中国通过其更广泛的目标 来看待伊朗 即在平衡亚洲权力竞争的同时 阻止西方国家的介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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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